富里乡石排村向上争取获得水保局华联分局协助 赤字2000多万元的经费进行野稀及下游农堂的整治 不仅有效提升农田灌溉用水 也透过绿美化营造农堂景观 地方的村长迪代表们也建议公所 要进一步推广成为富里的新兴景点 而香港陈荣冲他也乐见其成 原本杂乱的天然池环境 以及逢雨必成灾的山沟野稀 经由水保局华联分局翘首改造 不仅整个景观换人心 更提升了农田灌溉水的使用 当地民众也万分感谢 这个农堂改善非常的好 替我们的农民也可以帮助 干旱的时候水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灌溉 总共有50公顷左右的灌溉 非常感谢 富里乡石排村透过乡公所向上争取 获得水保局华联分局的支持 赤支2000多万元经费 重新改造原本破旧的农堂 以及上游逢雨酿灾的野稀 如今整治完成 乡代表杜金摩则期盼 乡公所能进一步推广 成为富里乡的一处新兴景点 这个地方是我们新的地方 所以我希望我们公布面能够 善用这个那么好的美景资源 来发扬光大 把这个我们那么好的地方 介绍给所有的人 受在地村长以及乡代表之邀 现场会刊的乡长陈荣冲 除了代表地方感谢水保局的协助诊治 针对地方的建议与期盼 乡长也做出正面回应 那这个整个这个农堂 可以做我们这个灌溉用的蓄水池 然后可以做一个观光景点 然后它可以调节这个干旱的时候 它还有这个水可以再调节 整个让我们这个受益的良田 大概将近50公斤 所以这个以后呢是我们复理了一个新兴的一个景点 这边烤肉啦 这散步啦 这个都空气蛮好的 原本由五个大小天然蟹湖所组成的石牌农堂 经过水保局一番的整治改善 兼具了灌溉与景观 迎人入胜 也由于临近距今约3500年到2000年代的公仆遗址 乡长陈荣聪就表示目前也已经着手展开调查评估来进一步规划争取 枪花周边油气设施设备 营造成为复理箱新的油气景点 记者是玉兰副理采访报道